基隆长根医院接近中午的时候 顶楼管道间发生火警 消防队立刻派遣了16车41人前往来抢救 从13楼的血液透析病房当中 疏散了病患80人还有家属46人 所幸都没有人员受困 那现场虽然是烟雾弥漫 不过防烟设备有发挥公用 农烟并没有影响到其他的区域 消防人员也持续在现场来进行排烟工作当中